知名运动频道 升级台湾创新版挂牌上市 12月6号审议通过 预计在明年3月正式挂牌 那么这代表着 我们台湾的资本市场 将朝向未来更多元化的一个发展 这几年呢 它也积极地切入所谓的一个串流平台 那甚至呢 在未来还有可能会朝向AI去做发展 那比较常会去看就是氏族赛 然后像上一次的东京的奥运啊 亚运啊都可以看到很多丰富的画面 就是为了要让观众能有更好的观赏体验 运动频道也结合了4K VR AR等等的转播技术 让观众隔着荧幕 也能感受比赛现场的氛围 协助我们观众者可以更符合自己的需求 然后去观看美场 我觉得这是非常厉害的 从2008年至今 转播过四届奥运 四届亚运 以及四届氏族赛 转播技术不断创新 明年也即将正式挂牌上市 成为国内第一家 百分之百盈喻新媒体的上市公司 TVBS众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